坦白讲今天那个事物案进来 我知道又在做大内宣 讲一大堆 但是我们医疗上 公共卫生事物看 这就是政治意义 宣传意义打来实时意义 台北市长柯文哲 抛口对准中央又猛又酸 你要叫谁打 坦白讲 医护人员地线打都还打不过 在一级作战区的 所有医护同仁们 他们需要更充足的配备 双美市长向中央 声声唤出了各县师 想帮医护抢疫苗 台湾在全球疫苗争夺战 也面临难题 按照现有采购进度 我们跟莫德纳直接买500万剂 5月28号15万剂抵台 交货率3% 今天2月莫德纳说 首批预计2021年中旬发货 看来的确准时 但其余时程未公布 另外直接向AZ购买的1000万剂 3月3号11.7万剂抵台 交货率1.17% 不过其他交货时程 一样没多说 至于COVAX平台答应供应台湾476万剂 第二轮分发给我们102万剂的AZ 4到5月61万剂抵台 不过全球面临交货时间延迟 剩下41万的COVAX AZ 预计最快也要6月 至于其他374万剂 时程未知数 目前交货率12.8% 别人确定答应我们1976万剂疫苗 目前只收到约88万 等于4.4% 只是明明买了500万剂 莫德纳为何只先来了15万 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目前已经订定契约 采购契约的这个疫苗都可以按照时程来进来到台湾 明星达发言人严若芳脸书说 因为一次来太多 很难一次消化完需按部就班 不过疫苗覆盖率至少要6成才能群体免疫 如果打第一剂要覆盖到6成 那大概就是要1000 等于是1300多万 1400万 那到8月底可能还没有达到 等于只有总数 大概就1100万 中央承诺下个月会有更多疫苗进口 但除了跟时间赛跑 疫苗如期抵台更是关键 TVBS新闻红宝华刘婷婷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